揭发黑心地下工厂炼制搜水油的屏东老农 获得行政院长江一华表扬 不过老农夫今天并没有现身 而卫生福利部长邱文达今天也前往桃园 与地方政府在当地焚化厂销毁23吨搜油产品 在行政院例行会议前 特地安排表扬检举搜水油有工人员 江一华亲自颁发奖章 给台中分局侦查佐 并置证200万给屏东老农夫 不过老农夫并未现身 而是由卫福部官员带领 类似这样的事件 我们行政院绝对不能够让他再重演 我们希望各部会同仁 尤其是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一些机关 一定要痛定失痛 宣示保障食安政府展开大动作 卫福部长邱文达会同桃园县卫生局等单位 进行第一波销毁行动 等待销毁的搜油产品堆满车斗 喷上红漆23吨不合格产品 全部倒入焚化炉烧光光 那么这次呢已经都下架了 而且现在最近回报的资料呢 看起来都没有新的任何一个架上 已经找不到那个不法的产品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请副县长安排 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把它销毁 深陷实案风暴 卫福部长邱文达还被媒体追问 是否下台负责 邱文达回答不会恋战 随即离开现场 新唐人野的电视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